秀林乡长王玫瑰为了让圣诞氛围能够不一样 24号率领公所团队特别装扮成卡通人物 前往了乡境内的幼儿园文剑站来报佳音 同时表演和大家一起唱圣诞歌 希望以创新活泼的方式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 这么熟悉的音乐歌曲 就是圣诞节的日子即将到来了 新闻下的王玫瑰率领着歌课室主管 装分成卡通人物 前往修林乡间的御乐园文件站来进行报佳音 希望以活泼的方式来呈现给小朋友以及长者们 这是谁 什么 学宝 小马 学宝 这个呢 小小兵 小小兵 颜色很帅 好 好 这个呢 海特 什么海特 海特 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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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知道吗 恐龙 这个恐龙怎么会赶快给大家修理好不好 我想今年圣诞节非常多的教会跟社团都在办 那我想说这么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公所应该也要参与 所以这次特别在我们的文件站以及我们公立幼儿园来就是给小朋友一个惊喜 那希望他们在呃这次今年的圣诞节有不同的一个感受那最重要我主要是让孩子开心那让他们呃家长都能够感受到公所其实在各项的一个工作领域里面我们都会去关注来协助啊各个文件站或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需求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 学生我们也表示今年走过疫情 学生相信可以说是平平安安 希望这次以改变以往的报家运方式 就是要给大家另一个新奇的感觉 尤其在原相社会当中 有七成以上都是信奉主耶稣基督 大家对报家运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感 希望这样的改变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 同时也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记得学生学老